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为什么会有痛苦 因为人和人之间总是在互相为难 彼此怨对 一张口就充满力气 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 莫过于让彼此都舒服 俗话说 天上最美的是星星 人间最美的是温情 不为难别人 是一种善待 更是一种智慧 孟子公孙丑上说过 善于人同 舍己从人 乐趣于人 以为善 人生在世 各有各的不义 只有将心比心才能处得长久 之前 分别有这样两则新闻 一位骑三轮车收费品的老大爷 不小心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豪车 撞破了一盏尾灯 老大爷手足无措 站在园底不知如何是好 知道是自己的错 却又无理赔偿 此时 一位身着考究的男士走过来 看到自己的车子被撞坏 便问 你撞的 老大爷 挫着手点头 对 对不起 男士又问 陪他起吗 老大爷满脸愁苦地说 陪不起 男士说 陪不起 还不走 看老大爷慌不迭地走远了 男士 这才掏出车钥匙 开着那辆尾灯被撞坏了的车到修理厂 另一则 一位货柜车司机行驶到广州某村时 刮断了村口榕树一条直径20厘米的树枝 被村民先后堵住 要求赔付18.8万元 理由是 这棵榕树是村里的风水树 撞断了 破坏了村里的风水 虽然 司机已经道歉 并按照村民的要求 烧香求保佑 依然没法脱身 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很常见 总有这样一类人 特别喜欢为难别人 揪住一点点错误 无限夸大放大 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感 叫个外卖 偶尔送餐不及时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帽 领了再给个差评 送餐小哥一天的辛苦都白费了 去餐厅吃个饭 挑剔这个菜不干净 那个菜不对味 饭具不卫生 服务员面红耳质 手忙脚乱 前小区的保安开大门不及时 投诉给物业经理 保安一个月的工资没了 就连去超市购物 也要适时的为难为难收银员 以炫耀自身的高贵 这些行为 看似是你站在高位 一直气势 殊不知 只有懦夫才会享受欺凌弱者的快感 就像鲁迅说过的一句话 勇者愤怒 抽认向更强者 怯者愤怒 却抽认向更弱者 实实处处 为难别人的人并不会显示出你的强大 相反 只会把你的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真正有修养的人都懂得万为思考 将心比心 中国有句古话 愚人方便 愚己方便 有时候不为难别人 就是不为难自己 正如作家冷淫所说 若人与人实在需要保留一些距离 不如就成全彼此的光彩照人 因为你对别人的好和善意 最后成全的都是你自己 如果总是让人为难 令人痛苦 甚至是崩溃的话 最终只能坏了人情 怨了人心 甚至是将自己堵在一个死胡同里 进退两难 懂得宽容 成全别人 不仅会给自己结下善缘 带来运气 更能积攒福气 纵管古今能成大事者 都明白这个道理 曾国藩在培养结伴人时 从来都是真心实意的 他有个学生很有灵气 在他的培养下 这名学生羽翼见风 曾国藩非但不担心他会爬到自己头上 还将自己调教出来的香菌精锐 调拨过去 作为赠价之资 这名学生便是被誉为晚清第一人的李鸿章 最终两人彼此成全 互成佳话 为人处事 就当如此 与人为善 天地皆宽 毕竟给别人送花时 先闻到花香的是自己 向别人扔脏东西时 先弄脏双手的也是自己 无论说话 还是做事 与人为善 就是于己方便 不让人为难 就是给自己舒适 正所谓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要知道人生在世 并不是充满竞争和掠夺 更多的是共赢 靠宽容和给予创造的生活 怎会怕天黑无灯 雨天无散呢 你让人舒服的程度 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 蔡康永说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情商 说到底 就是说话让人舒服 做事让人安心 在权衡立地之后 始终选择善良 一个人的性格如果咄咄逼人 就算才华再超群 智慧再高明 也难以一展报复 所以 做人要懂得与人为善 不互相为难 只有这样 路才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远 好了 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本期读者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杨子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